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马英总 今天我想来跟各位谈一下我们透过网路 来了解我们政府的施政是不是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最近我透过我的发言人刘志强先生 他的脸书来做有关国陆外交 有关百国免签的这样一个题目 那我们初步的结果呢 这个前天这个14号 第一个上线的题目就是百国免签 你的看法如何 那么我看了一下到刚刚为止 一共有1330人投票 其中呢855个人是写实在太赞了 402个人投好还要更好 此外呢投没有什么了不起 跟实在高透了分别是53人与20人 看起来呢超过94.5%的网友 肯定政府最向施政的成果 这是我在三年前杀人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国陆外交的一个结果 也是我们透过各种各种各样的管道 让台湾的软实力呢 能够让别的国家感受到 譬如说各位看到我们台中的阿嬷神戏局女士 她自己卖菜赚钱 但是她却能够把她的利润呢 去捐给学校建筑物馆 捐给学生做假学金 我们也看到最近我到伊兰去看的 这个杨黄阿嬷 她这个十金不昧 捐到110万 一毛都不拿 而当这个施主要给她一个大红包的时候 她一再的玩具 最后呢 是在凹不过呢 才拿了收下了三千块钱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一个美德 同样我们看到 还有很多接触的企业家 能够透过捐款或者其他的行动 来在环保 在社会福利各方面 展现出他们的观点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希望 未来能够借入的机会 了解一下大家的看法 让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 感觉到获得支持 就会有更好一个成果 因此 我的目的很简单 像活动外交最后的结果 就是希望 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呢 能够成为一个受人尊敬 让人感动的国家 欧盟之所以给我们免签分的代理 据他们自己的说法 就是因为台湾的民主 人权 男人 这些因素 促使他们 做了这个决定 我常常说 免签证的代理 其实是 许多有签证要求 国家的一个例外 这个代表 对于我们 国家 跟人民 的素质 投下了 信任票 这一点 其实很重要 因为只有当国家 受尊敬 人民才有尊敬 因此我们希望继续以这些问题来跟各位请教 希望各位 比较客气 在这一集上面表达你们的看法 谢谢大家